你好 请问您找谁啊 我找基务大队的王冬满 请问您是他什么人 我是他未婚妻 请问您可以姓 我姓胡 我叫胡月琴 请您稍等 喂 您好 基务大队吗 王冬满在吗 他的未婚妻叫胡月琴过来找他 好 好 帮他进来吧 好 再见 您好 可以进去了 谢谢啊 不客气 那往哪走啊 直走 往右拐 王冬满 王冬满 诶 那个王冬满在哪 在那边 王冬满 王冬满 诶 来 出来一下 好 好 行的啊 别瞎你了啊 怎么了 什么事 你未婚妻来了 什么未婚妻 倒什么乱的 你小子敢说你没有未婚妻啊 我 我顶多有个女朋友吧 就算是女朋友也得见嘛 在哪啊 在一门口 叫什么 胡月琴 真的呀 真的 郑伟 我有预感 也有饲养准备了 冬满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给我来信了 我刚进信的时候 他一个星期就给我写个八封信 先住去 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你先别着急 王冬满 你老实说 你上次探亲 是不是跟人家那个女的那个了 说话 说话 我是那个嘛 我就那个了 一次 我就没想到谈那个了嘛 你别跟我绕口令啊 也别跟我兜圈子 有人反映你 在这又谈了一个女朋友 有没有 有没有这回事 没有 我敢认识不久 就一般的朋友 一般 不一般 王冬满 你不一般呢 你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你真的不一般呢 你想怎么地 打一枪换个地方 你想换就换 你想踹就踹 你还有没有一点党籍国法军规的观念 我 你实话说 你是不是跟现在这个女的也那个了 没有 绝对没有 我跟你说啊 这不是一个小问题 这是一个道德品质的问题 是 我跟他干认识不久 绝对是一般的朋友 我不管你跟他是什么关系 你现在马上到招头所去 这是纪物队关于王冬满的问题 写的一个报告 你看看吧 我已经跟王冬满谈过了 我们的意见是 必须马上跟这里的这个女的断掉 而且必须马上跟家里的对象结婚 你看是不是这样啊 我的意见啊 让老家来的这个女的呢 先住几天 咱们再做做王冬满的工作 看她究竟最后选择睡 最后呢 让他们之间再交流一下 再做决定 好不好 王冬满什么态度啊 他 他 他当然不愿意马上结婚了 这个王冬满 老家扯着这儿谈着 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当然是不对的 但是咱们当领导的啊 处理这种问题 头脑要冷 内心要热 人情味要浓 是啊 是啊 让人家马上结婚 这是有点不近人情 可是失礼团联一再强调 排除一切干扰 所以我决定 快刀斩乱马 快什么刀 斩什么马啊 不是 我这跟楼部团长正说王冬满这个问题呢 天乱 这简直天乱吗 这个王冬满 你跟他说 给他指出两条路 要么转业 要么结婚 何就何从他自己定 老楼 主管机务 我 你看发表什么意见 这事儿 楼副团长拿主意 那咱们是不是再商量商量 老楼 还商量什么 你就拿意见吧 你当团长的都下指示了 我副团长拿什么主意啊 冷了 我这个人脾气你还不知道吗 遇事糊急 可这事你不急不行啊 你说这女的 心意而小 你万一想不开 再 就 就是 对 快刀斩烂麻 绝对不能让他这种行为下去 我跟你说啊 事情没那么简单 团长大人 老百姓还说话呢 强扭的瓜布田将来不定是个什么结果 老副团长 这种事在地方可能不算事 咱这是部队 你说部队能让这种事下去啊 你醒一下 照你说的吧 老牢 我还是发表一下意见 这事 还得你拿注意 我保证不插手了 好吗 还是对我有异点 必须 马上解决 我恨不得揍你一顿 你以为这是地方呢 地方出这种事 没人管没人问的 这是部队 部队对这种事情 是绝对不会姑息的 是 咱今天也不用查 我以一个老战友 老朋友的身份来 我帮你分析分析 你跟胡岳琴以前的感情 一直不错 曾经半个月写过八封信 你还经常拿着他的信 在战友们面前写着 对吧 我问你 如果朱百彤不给你介绍 这个女朋友 你能跟她分手吗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是被那个 深桂香给拟住了 你喜心厌旧了 再加上 朱百彤又给你安排了后路 我说的没错吧 东宝 你跟胡岳琴 相爱了那么多年 你跟深桂香 才认识几天呢 你就移情别恋了 除了感情 是不是还有感情以外的东西 比如说 你跟胡岳琴结婚 就得等到好多年以后 她才能随军 对吧 你要是跟深桂香 就不至于了 你们可以马上在这成家 我理解你的想法 可是我告诉你 你错了 如果你抛弃了 胡岳琴 你就得以一个战士的身份复原 你的户口就不能落得当地 你没有户口 迷航会要你吗 你还能当上机械师吗 你当不上机械师 深桂香还会像以前那样 对你感兴趣吗 东宝 你是从农村当兵的 能成为一名光荣的飞机机械师 不容易 你应该珍惜 我知道 你家里面穷 可是咱人穷不能制短 咱不能忘恩负义 你爸爸常年有病 那胡岳琴的爸爸 那是乡长 当然了 我倒不是说 他爸爸当乡长 咱就得怎么样 可是 你爸爸每次去县里看病 那不都是做人爸爸的车区吗 由于你是飞机的机械师 你弟弟妹妹 都为你感到骄傲 如果是 你抛弃了胡岳琴 你想给我扣伙吗 大阳 你说的 聚聚在里 我真魂呢 我 知道错了 改了就行 我是真后悔 我不应该那么轻率的就跟星龟山见面 造成这么坏的影响 造成这么 还给领导添的麻烦 放心吧 大阳 我改 我要不改 你就踢我到海里去 团长 没了 没了 过来 什么事 交给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带着王冬满女朋友去美容院 好好买美中 再置一身最时尚的衣服 人靠衣服马靠岸 让它彻底发生变化 我就不幸搞不定个王冬满 搞定王冬满女朋友干什么呀 哪个哪儿啊 我让你去打扮王冬满的女朋友 这是钱 团长 你怎么改当政委了 对了 现在假定军政兼备 快去吧 那 发票写什么内容 开什么发票嘛 快去 标准 最高级标准 什么是最高级标准 世界选美 决赛的标准 世界选美决赛的标准 我就要这个标准 那可是世界顶级的呀 顶级 你再说了 那得需要气质 形象 内涵 还有家庭的教育和配 你别跟我啰嗦这些呀 那后天培养 不是也是很重要的吗 我就知道 海军就出来一个 从农村到城里 现在怎么样 一个歌星 歌星啊 成为全军的偶像 去吧 是 我 我尽量完成啊 不行 完成好 是 好 走 嘿 过来过来 看谁来啊 谁呀 前面呢 东北 东北 看那边 那边 那白宫那边 那个女的 摸当女郎耶 甚至 comentarios 桥 可 Alexander 方 买 到 边 中 habl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过漫长的自由恋爱 克服了许多坎坷 波折 蹉跎 今天终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